据台湾联合报8月23日报道,台湾区海群署当选海群队今天,23日执行海啸巡逻罗勤务,凌晨23时分,在桃园用阿外海源17.7海里处, 发现一艘大陆铁克渔船越界违规托望五渔,但大陆渔船却舌停抗拒登前,台巡防艇机翼优势警力强势登船检查,并将大陆渔民们押反台北港调查,台当局弹水海巡对折,大陆的海洋伏机休于期刚结束,大陆渔船长跨越界线,这所谓台湾海域,非法作业,这艘渔船16日中午自福建圣泉州市祥之港出港, 越界捕鱼为强制登舰扣游,船上预货约2000公斤,全数以往海趴,并没收全部渔舵,同时扣渔船博,周姓船长等18名船员留置调查, 今年,台当局海巡对布置一次,以越界违由查扣大陆渔船,4月13日,台中海巡对在苗栗新府外海三十三点六海里处,发现大陆急迷平于63299号渔船,并以违法越界,违由登船检查,将船长被远兰在内的九人带回台中杠争败, 4月10日傍晚,台湾澎湖舰在木豆与西北十五点四海里海域发现越界从事捕捞作业的大陆渔船扑梅30161号,随后登船检查, 趁该渔船以托往方式进行捕捞,严重危害渔业资源,并压阀以诸姓船老大为首控级九名船员回马公港台出,11日晚,澎湖海巡对分别,在七枚与木豆与海域,查扣一艘无船名,得着游船与托梅21312号渔船,船员渔船只在12日清晨被台当局压版重罚,4月5日,台海巡人员在东沙到南部, 南方6.3海里处,发现大陆渔船,派出自搜寻方艇报在微博,并且登船盘查,最了解,当时有24名大陆渔民,被押回高雄港宣讯,国台办去年在回应台当局频繁查口大陆渔船,甚至打伤渔民的行为,实陆与台当局将先闭心,国台办趁,多年以来,大陆方面为两岸渔民正常作业提供保障, 维护良好的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做了大量的工作,大陆方面对台湾的渔民一向引同胞情谊相待,我们在沿海多个地方设立了台湾渔民接待设施,为台湾渔船和渔民提供避风,补给,抢险,救助等相关的帮助, 恋爱同胞们是古兽兄弟,将心比心,台湾方面应当停止以粗暴和危险的方式,来对待大陆渔民,保证相关于您的生命财产安全。